绿色上衣女子最近会在殡仪馆出没 假装是殡仗业者 到处跟家属要钱大赚不易之财 被抓包之后还大声呛瞎 说家属是心甘情愿掏钱给她 态度很嚣张 事后报警处理 原警表示这名女子可能已经违反了社违法 而且她没戴口罩 也可以依传染病防治法开罚 绿色上衣女子没戴口罩 大声向殡仗人员呛瞎 原来她被抓到假冒成殡仗业者 在殡仪馆外到处向死者家属要钱 当场恼羞成怒还想抢下手机 说是心甘情愿 但家属根本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掏钱 高雄有殡仗业者爆料 最近这名女子会在殡仪馆外出没 向死者家属要钱 每次收300元到500元 有家属掏了1000元 女子拿着钱直接走人 隔天又出现故技重施 被殡仗业者劝阻 但女子态度嚣张 只好报警处理 女子没戴口罩也被以违反传病防治法开罚 而在留言底下有其他网友表示 她不只出没在殡仪馆 床跟医院或车上都能看到她的踪影 要钱里有百百种 一下要搭车 一下要买尿布 释出了名的要钱姐 这次被殡仗业者公布照片 只希望不要再有更多人受骗 记者陈学陈云于高雄参报道